现在比赛已经正式开始了 踢外场直接出 SK先踢外场直接出 get right 有一把USP 把一个CT爆了一下头 我CT应该是五个人 这次已经死掉了 现在标盘从被印章摸了出来 打掉了一个 5回4 这匹血都不过 哦 猫地 moody moody在井家斜坡 一颗雷炸 虽然炸死了freeze 不过两个USP爆头 现在只剩下get right 一个人半血在外场USP 现在包掉来了 四到井家斜坡附近 get right一个人在阴面 有情生 这场玩被听见了 迅速要被包围 moody没有血了 躲在这个缝旁边 然后这边也没有队友 队友应该都在 哦呦 队友 carry感藏在了井家旁边 出来帮moody解决掉了 moody moody在井家斜坡回房的时候 一颗雷炸死了 炸死了freeze 还是蛮漂亮的 所以这一局啊第一局 flantic做ct拿下第二局sk一口 全部跑到了那场楼内 在静音 一颗雷炸 一颗雷炸好猛啊 直接蹲在栏杆上拿glock卡高破 Four spot 哦 不好意思 刚刚我把帮旁切换了 那场静音取久就到 四屁终于一路 逃了下来 迅速被刷屏,Kerrigan买了一把鸟去 不好意思,这真是没有注意 刚刚那个监视屏幕整个被换到后面 在编辑那个游戏图字文件 第三局,SK丢掉两分之后第三局已经强袭了 我们看外场SK就直接出来了 睡觉,切换到Kerrigan 一个小鸟 Greece在直到一秒一跳没有击中 被秒了,这局主要还是队友的功劳 FMAS Tenatic虽然都是FMAS 不过各种三连发 对于AK并不占劣 是GetRite一个人在那场买包 四个队友在外场训织之后 GetRite在那场买包 一位二手包 手里是Glue 两面CT血都比较充裕 GetRite是满血 GetR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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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PB 这个就是QP 然后FMAS今天是换了一个人 而SK的阵容则是正常的阵容 SK第三局抢起了 不过最后才是GetRite V2 第四局 仍然是EKO 没有 第四局 上一局 SK买包 所以这局SK是抢起的 SK应该是要 仍然是慢打那场 那场低波 现在这早就已经成为 从10年开始 那位首先 Zeus在三道用这个位置之后 现在已经成为了标配 就是封壑 然后挂楼梯上 看有没有人出 刁盘第一个人 哪里可以再摸 发现了目的 然后退回来 踢这时候 转 应该是要转到外面 Buffet再往回走 两个人四刀下来 中路 FREZ在五刀上 去中路 直接 去这儿 打了灵体 旅通也接受要转 Exit 刷掉 Delpen FOREST一枪头 FOREST从旅通出来 一枪头 瞄掉 两个FOREST在一面 打掉第二个 BREZ捡到G 看FOREST又用G了 Karen跟他包点 FOREST跳过去 Moodie Moodie又一个TK Moodie现在已经两个TK Moodie蹲在包点箱子 然后Karen在包点的边缘 然后T出来之后 Moodie扫T的时候 把队友又打死了 不过还好 Moodie是队友和敌人一块扫死的 你看CT这边各种TK 加上FREZ每次都死 总交枪 所以竞技状况也并不好 只有两个人有钳子 然后还有FOREST 不过这一局T 反正也是一口外场直接跳出来 QBP这个是TB QPB这一次是TB Gox今天没有参加比赛 所以这个QBP也是一名瑞典先生 然后他今天是TGox出场 对如果您卡的话 这个下角有一个HD 然后您点那个HD 切换到360P使一下 因为这个视频 开始播放的时候 默认是高清720P的分辨率 叼盘这局起居了 跑到楼里在高坡 不过没有CT压 然后两名T从D4 蹲着摸到前点 D4CT Karen距离一箱可惜啊 队友没有布克雷 那场风烟 T这时候还是换 只有FOREST一个人 拿着包子下去埋吧 Robin和Face 各自杀掉了一个回方CT CT这时候Exit2v4 Exit和Freeze2v4 还有的打 T毕竟血都不够了 Freeze再三道啊 两枪都没有剧中 所以我们看一次的第一 两名T一个16一个18 这局很可惜很可惜 FOREST其实也是经常用G的 以前在PLANTIC也是 在SK也是 如果尤其是穿一种图 两个G是很强健的嘛 然后队里有一个人用G 然后FOREST就是 基本上就是可以做副局一手 SK也其实除了Face和GETRIDE 不能拿去以外 我刚才听到了很多雷 听上来是 都扔雷 这局T依然是起向上场 上一局埋包之后 看T这局应该是 依然是满魔内场 内场只有MODY一个人 然后FOREST刚刚从外场回方 刚刚在SK上一场 看SK做CT的时候 我们看到也是这样 一开始只有Face一个人在内场 然后4名CT压外场 没有RAR之后再回防 而且SK还经常不回防 内场只有Face一个人 然后被Astralis打掉Face之后 直接就埋包 然后4CT再打回防 QPB从绿桶已经摸到了飞加 这时候CT肯定已经知道 T全部打内场了 你看4到Kerrigan摸上去 3名CT再内场回防 Kerrigan摸上去 被卡点的GETRIDE卡掉 现在CT2位4 看到了1到T FOREST1到过来 做掉了Face 这局CT已经明知道 要T全部在那场 集结要打那场 如果要从后面掏过去的话 那Kerrigan实在是 太不小心了 第一个被做掉 然后另外那场3名CT 三个人防守 还是没有放出 FNATIC做CT上半场 5比2领先 这局 EKO T 外场出了一个人 Dopen拿局外场别出来了 外场已经被T占领了 FOREST 在那场 FOREST在楼里卡 卡掉了3名从那场压刷SCT 看一下战绩 CCT这边 QBP一个人10-5 其他人都是4-6 然后T这边比较平均 7-5-4-4-3 您如果是黑屏的话 不知道您能不能听到这声音 您可以刷新一下页面 然后升级一下Flash插件 然后换一下浏览器 试一下 SK这边三个人架吧 把Dopen架上去看舞蹈 不过舞蹈没有CB出来 舞蹈Freeze用G 跑到了六道中间 看到了刚刚跳下来的T 估计很清醒自己刚刚没有从舞蹈上面过去 穿了几枪没有穿到人 Dopen和Freeze各自在拿巨船 T这个时候还是不知道打哪好 再逐渐地走 FOREST一个人在阳光绿通 这个轻度调整的问题 这个后来我们去联系一下这个视频提供商 然后看能不能给大家提供240P 然后更多的选项吧 这个我们回来去联系一下 看一下 P是缓慢的各点摸出来 现在撕一次 中路Face也出来了 撕到Robin FOREST从绿通再次做掉 突破掉了一个人 现在又只剩下Carrion一个人 从那场飞光出来 Freeze的空枪的确比较多 aciones Prime おっ Touch Chir circuit 70P全部是二三吃血 Care蓋 iPad HP包枪 这的确R40P的话 有 solder 这的确就很不寻敌的 你可能连选手的ID 所以如果有条件的话还是尽量换一个好点的线路 毕竟这个就算是高清的话每秒200k两三百k带关也足够了 要是360P的话应该每秒就几十的样子 真的可能连100都用不了 T这时候已经4比5逐渐追上了比分 Felix现在做CT应该说形式非常非常的不利 而且这一局就没有钱 所以比分即将很快变成5平 在Train这样图上如果跟T打平的话 那就是完全完全半场的就是完全的失败 Felix这边做掉Forest一把枪 不过没有主动选择宝枪 还是想再杀人不过被Roman做掉 这局还是有前提 差一点Forest应该是两把局 下澳游 如果IE不行的话澳游也没有 因为澳游用的是IE核心吧 您可以换一下Chrome Chrome是自带 自带Forest插件 看T也站有4个人从中路 我挡了一下之后第二个人被追出来 调盘中路被掰了 Kerrigan回放到外场 他继续在远点 不停在找人 我们听那场几名T已经撤了回来 可能要转到那场 留外场Robin一个人 那场三名T已经摸到了近点 现在在出那场没有CT 有Kerrigan 因为Kerrigan穿过柱子一枪打掉Forest 目的 几名CT基本上是各自杀掉了一个人 SK这一局打的转那场之后 本来在外场消耗了半天 然后雪所动不过 回到那场之后就 也没有雷了 没有雷封烟 然后就被局被M4秒掉 这局SK依然是起枪 三个人带包走绿通 DELP的外场出来先G掉了Freeze QPB啊 这局太失误了 一直在看一点 一直在看一点 直到绿虹出人的时候 他才根本就来不及反应 Moodie Moodie一为二之后 不幸被队友TK Kerrigan一枪G掉了Moodie Freeze的ID是ForestMD 这个之前跟他游戏节的时候 就问过他 然后他说 这个没有什么别的意思 只是好玩而已 这是他的自己 对于这个问题的官方解释 FreezeID T还是重扔雷 然后绿通和死刀同时打 CT1扣 T这时候已经将比分盘烧了 7比6 这局1扣之后 SK做T一路 一路 一度是1比5落后 不过现在追到了7比6 Flantic在上半场 一开始拉下手上局之后 借助优势 连得几分 不过 在SK 在长枪局开始之后 SK之前掌握了主动 Exit 卡在梯子旁边卡了好久好久 Carring 我两枪接过我了 Face 然后踢了之后 转到了外场 只有Delpen一个人躲在那场的烟雾后 不过Carring在三刀上没有给他机会 现在只剩下Force一个人在丢枪 Ct T T2把局 所以拿下一局的关键就是两把局能够不放空枪 如果放几个空枪的话 那一局就完了 放空枪又被秒 T2把局 将比分追平7比7 这局是双方的一个长枪局 双方都有枪 T这局还是老战士 几个中路 然后有四刀 有无力攻 Carring一上来 Force这局也是局 Force和Delpen都是局 这同一局 这张图上有四把局在打 那一名Ct就没有看到Force Force被白卡在了四刀附近 一直被白 上一场Fnatic拿下了最后一分 上一场Fnatic做Ct是8比7形式是完全完全不用乐观 这张图是非常非常 Ct站的优势是非常非常大的图 所以 像 像Dust2是T优势非常大 像Train的Ct优势非常大 其他的图还都算比较平均 所以 但是这两张图是 底图的优势非常明显 下半场做Ct只剩下到8分的话 恐怕下半场就是不高的 如果黑屏的话您可以刷新一下页面 如果您能听到我在说话的话 TJ就算是外场直接拖了 Glove直接远距离和UIC平枪 这并不是一个好主意 Glove可USP的话 在这种视频上 大家枪法都 差的没有那么多 USP SK的USP都很久了 你别出的话 最后只偷的 只打掉了 看T那边 只打掉了一个人 只有Forest上去死了 SK 直接Rush外场的话 SK很无压力的 拿下了DG上去 这局又Rush了 SK从之前的几次比赛 新阵容 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就是 EKO局的时候 战术过于的简单 直接就冲一个点 或者是 或者大家甚至都不一块处 一个一个处 直接被刷 然后就给 就给对方去送 送过去 然后就直接送 想着急打长相局 可是 你EKO也不好打 EKO你如果好好打的话 你可以 可以 可能会打到对方枪 可能会翻盘 然后会 消耗对方的精力 耐心 这局T 又有各个方向直接Rush出来 SK 全队仅仅掉了4HP 小组赛是BOE 所以每两队只会打一场比赛 然后今天晚上一共是六场比赛 SK已经拿下了三分 这一局是 Fatic 终于可以起销 长相局 两个女中 一个中路 然后两个在楼里 这一局有点大外场 老队 好 对 这 这 Rubin从4道 贸然跑过来 直接被卡点 哦 Freeze上楼梯 看一眼高波直接秒了 刁凡 刁凡在高波卡这么久 过来被Freeze直接一枪秒 司令现在三为五了 Force自己在外场三楼 看T如果打外场的话 Force在三楼能不能 刷屏 三个旅童逐渐摸出来 Forest根本就没有再看旅童 并且已经听到了T 听见像不能在想 就是不知道是不是自己顺便的想 两个 第一个是get right打掉 City现在二位三 get right直升16H Forest依然在三楼 我还是满血 City这时候非常慢 get right运在包着点像 像啊 包着点火车下 目的不敢上去 最后Fnatic拿到下一场的第一分 Forest在高坡虽然是 有地形优势 也有M4 但是一个人打三名T的时候 还是很有压力 而且最后打目的的话 他出来 Forest出来开了几枪 根本就没有打到 最后还是有一点枪法失误 Fnatic拿下战场第一分 中路两名T出来 Forese卡到了5到4 火车边上不知道是被埋了还是就卡在那了 被Freeze过去一枪秒掉了 刁本还是居住在中路 几名T都是站在自己的位置 然后左右看一看 GateRide摸过来不过Exit 没有偷掉Exit 两个City全部都在 一面四方回放 刁本第二枪没有开出去 不过把包打掉 打在了 吊在了包点附近 包甩一如果跑到了包点附近的话 就不应该再往 第二枪了 终于T 下包所以我剩Face一个人什么HP 刚刚说包肥你如果跑到包点的话 你躲在了 没有看到那个人 你如果躲在了火车后面的话 就 Moodie 队友救了Moodie一命 你躲在箱子后面的话 你就不要再左右晃了 只要左右晃的话 自己会看到你 可能背包就掉了 而且尤其在火车这样途上 包可能掉到一个根本就捡不到的位置 那样的话 队友就很困难 只能去杀人了 4分没有全部在那场 SK1扣全部在那场 T这时候也恰好打那场 而且丝毫没有静音 看这个位置 T出来的时候 一般就是 再看这边 再看下面 然后就走过来了 但是就不会往右转 看到这个角 这个角落 所以有CT就 阴在这个角里 看看Moodie是 猛然回头发现有没有CT 还顿在那 Fanatic连锥 不是连锥三分 Fanatic是连锥三分 对连锥三分 然后 4刀下来 这局T应该还是来到场标准站位 CT Dalpin在4刀前点 三名CT在freeze周围,freeze就出来了,freeze根本就不知道周围是状况一个人出来,结果三名CT全部在周围,被围剿,直接被围剿 应该只穿了Robin一枪,打掉了大叔48hp,现在剩四名Fenantic队友 这边旅童双架在卡点,旅童是谁在卡的,五到上面一个人,五到下面中间夹,两到中间这有一个getrun,这四到处人怎么办呢 四到处名CT在远点,在进点箱子上面,调盘在地坡这一个很小很小的风,即便狙道人也只是getrun,getrun蹲在一个位置,刷掉三名 三个人从旅通出来,一个一个出,就那么走出来,也没有扔雷,getrun这一局在五到中间,防旅通,防了还是非常出色的 你几个人打一个点的话呢,有优势也有劣势,优势就是,你人多火力比较集中,但是劣势就是你也没有立体感的 你如果这个时候,不提是补枪,有几个人能快速的一起出的话,直接被一个人杀那就不行了 Forest在电箱附近,绕来绕去,exit没有去中 我们看Forest实在是太灵活了,太灵活了 就在电箱附近,一个人看四刀加幅,将对手完转于鼓掌之中 Forest在电箱附近实在是太灵活了 刚刚上一局我们看一下Forest是打掉几个,Forest两个,应该是打掉四刀一个,然后斐动一个,不过刀犯巨死两个人 SK现在5比3,总比分是12,SK级两间,你对于5T的依靠 Forest冲上来,打掉两个人,不过掉了一把枪 City只损失了一把枪 SK6比3,总比分是13比11,SK现在分超了两分,上一场SK是7比8落后 不过下一场换面刀City显然是占有地图的优势 上局一口之后,这局T可以起枪了,中午三个人直接扔雷出来 刀犯在五刀上,狙掉Kerrigan第一个 Forest在电枪附近被困在这里 目的做掉四刀千鸭的Robin 四为四 啊很可惜跳下来的时候,刚发现直接闪出来一枪 不过六道队友X8补枪补,现在三为三,快双就是 在,在换人啊 中方打得都非常非常谨慎 三为三的餐局,现在时间还剩下了 Forest抓到了楼梯上的 XZ的,不过没有打掉 XZ一开始就挂在楼梯上,也没有,无法开枪 也没有在看Forest 想法失误啊 City现在剩两个人了,踢这时候找到那场 Get right,蹲在旅通 蹲了很久了吧 蹲了很久了吧你 Get right 这时候再回防 那场Face,被三名踢 轮剑之后 Get right再回防 打掉了一个,现在EV2 我已经红鞋被帽的一枪扣桌 打死了 Forest又去上一分,双方打得非常的焦灼 现在SK级领先一分 SK现在是13比12领先 踢上来,还是Forest一级一级 不过 各处在卡点在穿点 Freeze在高坡又拘掉了Dalpin 这局是SK拳起的一局 SK Dalpin在高坡又掉了一把拘 SK剩下四名队友,不过 有FMAS也不过全部有钳子 T还是在各点慢摸 不过进攻的重心移到了那场 Modi,代包在中路 我们看旅通附近两名T QVP在这里会不会 他一个人在这边扬弓 洗了两名CT的注意 多 这次做了一人 CT现在剩三人 3V4,Forest已经红鞋了 火燃之后 3V1,肺子从井中回来 没法 做掉了一个 不过扔雷之后 并没有把对手扔白 然后出来冰箱也没有打中 Fantic追平了 比分现在达到13平 而且这局应该是SK的1扣了 我们看SK 应该是没有买任何 买一颗雷 连钳子都没提 SK这局没有任何 这局没有钱 MT依然标准开局 DQ很准 打了QVP枪 显西的将他直接打死 不过队友补枪 DQ不胜利枪头 这局SK是有DQ有雷 然后打掉了两把枪的样子 Fantic再次 掌握了比赛的主动 并且超出了比分 SK Fantic现在已经14比13领先 距离赛点更近一步 SK这局是全体 这局非常非常为关键 SK如果能拿下这局 就是14平 但是如果丢到这局 便 对方就拿到了赛点 SK这局上来 四个人外场 Face一个人内场 碰看Face似乎是 在近点压根上去 怪事 封了一颗烟 近点有两名T在卡 Face被白了回来 T根本就没有往DQ看 Face全身而退 这时候CT应该就回方了 Face全白一路后退 高PortT就只顾往下跳 高PortT你下来的时候 往下看一眼 那有一个人就全白再往回走了 CT回方了 CT的防守一开始 做掉了先做掉了两人 不过T虽然后来打了起来 Freeze 最后EB3残局打死了两个人 不过最终还是被 刁判 用局补枪补掉 很可惜 不过SK现在将比分追平 打到14平 现在14平 刚刚又站在同一期跑前 而且Face应该有钱 SK刚刚拿下的那一集也有钱 Buffet 内包两个人在捋通 然后几个人在 一个人在卡路 几个人在楼梯 一样是标准开局 CT已经全部压到了今天 T的时候三个用途 CT这局外场指挥非常关键 几个人全部压到了今天 四到 而且四到站位最跑前 四到T出来直接就被 四到T出来被打掉之后 你如果打不到那个CT的话 队友从水中出来的时候 听到那边一直在 一直在有人开枪 然后想出去补枪的话 近年已经有两名CT在到 最后两个人参局没有办法打 而且有一人只有三HP SK再先拿到赛点 这是小组赛也是BOE 所以不会有驾驶赛 如果打平的话就打平 SK现在已经确保这场比赛 不会输 而Fanatic则必须拿下最后一局 如果他们想要打平的话 不过这局是EKO外场目的直接跑出来 第二个FREASE就站在那里 不知道这个状况可能被白了 摇翻出来就看到一个人站在那里 SK最终是闲胜了 上半场7比8做T落后 形势非常的好 不过下一场Fanatic做T进攻打得也不错 直到最后最后关键局没有拿下 SK应该说是赢得非常的闲 险胜16比14闲胜Fanatic 我们接下来将直播Fanatic打MyRevenge的比赛 地图目前还没有确定 所以我们还要等待 比赛还有十几分钟的样子 还有十几分钟 下一场比赛是一点 还有十几分钟 我们不要走开 我们马上还会继续直播 我们今天会一共会直播六场 全部的今天六场比赛